NBA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体育联盟之一,与此同时也是个非常大的商业联盟,球员们的工资稍得几十万美元,多则上千万,只要是个明星球员都是个千万富翁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是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,但很多球星贫穷管了,一有钱都纵轻挥霍,好车好宅花钱大手大脚,最后到退役只落得一身空,而是专家调查,有将近70%的NBA球人,在退役后没几年就破产,可见他们有多浪,事实上除了花钱大手大脚以外,那些球星在女人身上花费的钱更加恐怖。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,球星们一旦出名了自然有一堆女人主动贴上来,除了买包买车外,他们的野心可远不止如此,很多时候酒后润性他们就大了肚子,而球星们自然不会就此娶了他们,只能付一道笔付养费给他们,而孩子花起钱来自然是无底洞,很多NBA球星甚至因此被搞到破产,要输NBA第一话花公子, 那绝对是罗德曼莫属了,球员期间靠着放荡不羁的性格到处勾搭女人,甚至还和流行间后麦当纳有过一段举世闻名的爱情,四处播撒行种的他虽然非常痛快,但因此生下了二十多个私生子,而他为此付出了无数的抚养费。 这么多年算下来也有上益了,而罗德曼一直以都不是什么超级明星,工资并不高,而他为了挣钱,甚至来了一趟举世震惊的朝鲜之行。 与罗德曼同时代的还有一位,花花大少女,与人坎普,球风敬爆的他在九十年代身获了无数粉丝,而他和裴顿携手大战乔丹更成为了NBA的经典画面。 可在场外他也非常劲爆,甚至经常一晚上和十几个女人共度春宵,而在九九年百来期间,动域过度的他体态严重变形,就此退出了超级明星行列,没了顶心他自然无法偿还私生子的抚养费,因此早在十几年前便破产。 但今连忙的超级求情,看到了前人们的教训,都老实了不少,但也有人控制不住自己,那就是格里芬。 他之前在洛杉矶混得风生水起,谈了不少模特女友,最出名的莫过于肯道尔扎纳了,可在此之前他的前女友,怀了他的孩子并准备结婚。 格里芬这一出闹的二人只能打官司收场,而据最新消息,格里芬被判每个月给予前女友及其孩子25.8万美元的抚养费,也就是一年310万美元,和人民币就是2000多万。 常常算了一下,格里芬每年挣的钱都给他们母子两一半,真是作死,NBA这些球星虽然有钱,但也要洁身自好,学学詹姆斯吧。 和青梅竹马一起走到了现在,从未传出殷和绯闻,挣了那么多钱却从未挥霍,反而用来做慈善。 最近更是建了一所学校,前前后后花费几千万,而詹黄至今也为慈善事业花费了超过2亿美元,他是所有NBA球星的榜样,与其胡乱搞事后付添加抚养费,还不如洁身自好用那些钱做慈善。 我一会儿。 我一会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